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 主要是因为没动力 但是今天这家店 传得实在是太凶了 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 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 米其林三星 米其林三星的早餐 那可太装逼了 你们知道拿到三星有多难吗 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 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 还把对面水已经推了 好像不是很恰当 但总而言 这就是三星的店分量的少 全球范围内都很少 这个我的铺店越来越长了 我们到门口了 不愧是京都的七大名店 他家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四百多年前你在干嘛 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 而你还在教育怎么签隔壁同学的手 早饭不长胖我们开始吧 友谊说于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 第一个是可以拆盘成三层的葫芦器皿 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 油菜和蝉豆 还有块鱼饼 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 也就能塞个牙缝吧 浅尝一下 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 蛋黄油外而内 是凝固转为糖心 还可以 口感温润甜糯 甚至像在吃布丁 再来块鱼饼 服补通通 吃一口芝麻油菜 服补通通 再来一颗蝉豆 服补通通 哈哈可以这样讲吗 放屁豆 下一个 谜底揭晓 叶子里面包着是两块很小的甜雕寿司 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 清玉水晴和魔鱼豆腐 吃进去清甜脆口 第二碗是清蒸鲁鱼 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 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 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 第三碗是当季的食材 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 还有鲦鱼和笋 像一个生日早起修行 但是 豆腐海带汤 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 成都人吃到这里 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到了他们家的重点 就是这碗粥 他家最早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了 那个时候很多义气在通宵之后 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 久而久之就出名了 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 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 米粒都已经占开了 旁边那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 淋到汤上之后 有点味噌汤粥的感觉 再配上旁边的小菜 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 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 才把粥给你端上来 有种为了一碗粥 过五关斩六酱的感觉 出啥两分出了就是这个 然后一顿下来 其实还有点贵 虽然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 但是却温暖舒坦 毕竟他家是全世界 米其林三星店里面 唯一一个卖早饭的 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 还有力气起床的话 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 哇 困扰我 大约推荐指数八分 看玩意儿